台湾跆拳道选手李东宪日前在韩国举办的体育赛事中夺牌后 举起预先准备的五星红旗庆祝 事件引起了两岸广泛关注 大陆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点赞不断 6月16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的第21届海峡青年论坛上 李东宪以台湾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副理事长的身份预会 并接受中心社记者的采访 早在2012年,李东宪就来到大陆 多年来,经常往往两岸的他见证了大陆发展的力量和速度 在李东宪看来,大陆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也给台湾青年很多的机遇 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台胞还是想要来祖国看看的 他们哪怕怪就业就学都是很好的,因为这边市场太大了 采访中,李东宪也喊话岛内青年 不要永远在媒体上了解大陆 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能够到大陆来走走看看 勇敢跨出第一步 必须要融入融合到我们跟祖国大陆同胞的一个亲情感情 还有这个生活上 真的要先走进来看看 不要永远在媒体上去认识这个大陆 所以也是呼吁岛内的台青 然后真的勇敢地跨出第一步 然后回到祖国看看 这里不单有美丽的山水 还有很多这种创业的前景 来大陆创业多年 李东宪切身感受到大陆支持台湾青年创新创业 落息落实同等待遇的力度 他也看到两岸不断融合发展的趋势 对于有意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 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李东宪告诉记者 自己从六岁就开始学习跆拳道 陆陆续续参加过不少的比赛 和大陆许多业内人士进行过交流 未来他打算在大陆开一家跆拳道馆 开展培训工作 以体育为媒促进两岸交流 其实我没有想要爆火啦 因为我自己没有想要做网红 但是既然有这样的流量 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流量 未来比如说在新媒体平台上 可以去传播更多这种两岸的正能量 去分享给更多的台湾同胞去看到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